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佳琪老师来到现场 陪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在今天的纪录片里 看到猎豹狩猎的英姿 真的是很优雅 而且这种动物真的好美丽 尤其它在跑的时候 几乎那个脚都好像不会着地 像在飞一样 尤其它的豹纹本身的图案点点 也是我们人类觉得非常美丽的一种图案 首先就想请教老师 我们在很多的这种动物的纪录片里面 会看到很多这种猎豹类的动物 就会开始产生一些混淆 像在影片中的猎豹叫Cheetah 然后还有我们常常会听到的 美洲豹Jaguar 然后还有美洲黄金猫科Puma 跟花豹Lipo 好像这些都是一些名牌来着 要如何去分辨这些动物 它的差异呢 欧美人很喜欢猫 所以他们很多的名牌 都叫这个名字 都是用野生猫科动物 中国人比较喜欢马 所以有很多的那个厂牌是用马 是 Cheetah事实上跟我们所认识的 很多的大猫科的动物 事实上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所熟悉的狮子 老虎 鲍 或者是美洲的山师扑马 他们的身体的构造跟结构 都是所谓的粗短 然后强壮 然后很肌肉纠结 然后这个爆发力很强 尤其是攻击的爆发力很强 那Cheetah刚好相反 它的整个的结构是修长的 然后是延展性很大的 然后很灵巧的 那它并不是一个很强壮的运动员 它的身体的构造跟结构 其实是一个极速的工具 那它靠它的速度 去赶上它的这个猎物 然后利用小技巧 去获得它的食物 这是它跟其他大猫科 差异最大的地方 那如果我们要把大猫科的 这个强壮度来去做个比较的话 Cheetah大概是排在最后面的 那如果像是前面之前 谈到的这个Jaguar 或者是Puma 或者是Lipor 它们的这个大小 应该是怎么样分呢 应该最强壮的 大概就是狮子老虎了嘛 老虎 是 老虎的体型也最大 然后再来就是狮子了 那Jaguar是只 那豹有的地方的豹 也会长得非常的大 但是我们现在最大的 就是老虎了 这种大猫 是 所以真的在体型上 是有这个很大的差别 可以去做评论的 对 而且它的肌肉量 也差异很大了 是 那我们在影片中 我看到这个Cheetah 它在跑步的时候 真的就像老师说的 哇 那个姿势实在是太美了 它等于就像是 猫科动物里面的这个赛车一样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一小时 它的这个时速可以到 113公里 可是跑的时间就没有办法太长 大概是2 30秒的时间 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构 可以去让它去支撑 如此快速的这个速度 还有如此敏捷的动作呢 其实它如果肚子很饿的话 它可以再熬久一点 是 如果非得吃到这一块肉的话 它有时候可以延长到 30 40秒 但是确实它没有办法 很长时间的维持这样子的速度 那这样的速度 对于很多的人来讲 其实好像并不是那么厉害 我们开车子 骑摩托车 好像一加速很容易就到那个 对 我们也可以到每小时 110 120 感觉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厉害 我记得我听过一个 做其他研究的研究人员讲 他比喻说 你如果骑摩托车或开车子 然后达到时速110 120的时候 然后你不要戴眼镜 你把你的头伸出窗外 或者是骑着摩托车继续往前冲 那很难过 你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然后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结构 并不是为了这样子而设计的 那其他它的整个身体 它的速度 我们如果看它慢动作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 它的快速奔跑 好像是四肢不着地 就是朝上飞一样 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强的脊椎 它的脊椎骨的延展性非常的好 所以让它能够很像弹簧一样 能够压紧爆开 压紧爆开 所以它每往前跳一步 就好像是往前弹一段路 可以弹个十几公尺 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弹跳 然后它的猎捕的小技巧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出来 它如果在打猎的时候 它转移的方向是非常灵巧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instinct 一个瞬间爆发的 就是一个瞬间机器 它的脑部的思考 跟它的神经传导 是非常快速的 这一点我猜可能是 人类没有办法的 对 我想很难 而且我们有稍微算过一下 我们人类真的努力跑 如果都是用百公尺的 这样的速度在跑 了不起也是时速才三十多公里而已 那是世界上最强的人 是呢 而且我们也绝对 我们也没有办法跑一个小时 对 而且我们可能也没办法 瞬间做很多的判断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它在去猎捕的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的技巧 让它可以成功地去狩猎 可是当可以猎得到 不代表可以吃得到 当它可以猎到之后 似乎这个胆小的猎豹 连对自己猎到的人都还会害怕 那就会想说 其实在大自然里头竞争很激烈 如果别的动物来跟它抢的时候 大概它也是很辛苦的 没错 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猎豹的猎物常常会被其他的动物给拖走 真可怜 其实体型比它小的海鹰 常常就成群结对地会把它的食物给拉走 猎豹都是坐在当地 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刚刚 无能为力 刚刚那个前一分钟所猎捕到的食物被人家带走 在自然界里面 因为猎豹 它是很胆 其实也不是胆小 应该说是很谨慎的 它不去做没有必要的冒险 所以当它觉得说可能评估起来可能 可能会打输 对 它的身面不高的时候 它就反正就是好吧 那因为我再休息一下 我等一下再去猎猎看 所以它常常是被其他的动物欺负 那或者是占便宜 我们就不要说欺负了 那很有趣的是非洲有些民族 他们可能也是观察到 很多的动物可以去欺负猎豹 所以他们自己也发展出一套 怎么去跟猎豹抢食物的做法 连当地的这个原住民都会去跟它抢 对 我看过那种纪录片 那个原住民几个人 熊揪揪气昂昂的走向猎豹 那个猎豹趴在地上 正在承受它的那个羚羊 然后几个原住民就是往前走 这个不退缩不脚软 然后走过去 但是那个猎豹一定会散开 好可怜啊 那猎豹一定会散开 然后散开就躲到草丛去 然后那几个原住民就赶快 趁着那个猎豹还没回神的时候 割下一条腿就赶快带走 因为等一下猎豹如果发现 它们其实没那么勇敢的时候 那个猎豹也会生气的 实在是太有趣了 那我们其实去观察猎豹 有很多一些有趣的行为 就它平常在移动的时候 似乎也比较是会成群结队的 那在影片中有提到说 如果我们看到两只猎豹 它们绝对不是陌生人的关系 它们大概都是兄弟 那是不是所有的猫科动物 都有这样子的行为呢 并不是 当然我们看到狮子它会成群 除了狮子成群之外 其他的大猫科的动物 大部分都是这个 比较独立的 单独生活的 就是自己过自己的 那像奇塔这样子是 以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 形成的这种团队 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它主要的是互相壮胆 然后互相合作 然后也可以互相 然后也可以团体一起打猎 能够增加它们的存活的机会 那我们去看这些猎豹 它可能在体型上 跟其他的猫科动物比起来 是可能比较弱势一些 那它们的这个养成 在baby的时间也是蛮长的 需要18个月的妈妈的照顾 才有办法等于是长大成豹 那就它的这个生存策略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请老师 跟我们说明 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全然的 所谓的高位阶的物种 譬如说它会怕狮子 它会怕豹 它甚至会怕猎狗 所以它不是一个 很高位阶的 的猫科动物 猫科动物 所以它的成长过程 很重要的是 它要知道它该避谁 而不是像很多的猫科动物 它只要知道它可以吃谁 所以它的 也可以说它的养成教育里面 还要多一个课程 就是碰到什么东西 要躲避掠食者 对 碰到什么东西 你就认输了 你不要去抵抗了 所以这个部分 对很多的掠食兽来讲 都是通常都没有 不用学的 对 通常都没有 只有小的 只有比较小的 才会需要知道说 它要去躲谁 那猎豹尤其需要 而且它在 它是少数猫科动物里面 几乎是在裸露的状况之下 求生存的 其他绝大多数的猫科动物 都是在 这个所谓的植被密度 比较高的环境 那它几乎都是在 裸露的环境生活的 所以它要特别的小心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它特别谨慎的原因 那我们看到猎豹 它的需要的狩猎空间 似乎是非常大 那在影片里头有提到说 它需要的是狩猎空间 甚至要到三个 这个LA的大小 才有办法足够它 狩猎的空间 可是以现在我们 世界上人口 越来越多的这个状况 在空间上 似乎就会变成 猎豹跟人类 很大的一个冲突点 那在影片中 就常常提到说 因为它的体型又比较小 那可能它又有 掠食者这样子的身份 常常就会变成 当成这种猎狗 或者是其他的豹的 这种带罪羔羊 当有牲畜受到伤害的时候 大家就拿这个猎豹来出气 那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些 跟人类气地上面的冲突之外 还有哪些原因 让它们在数量上 减少得很快呢 一个就是猎豹 因为它的毛皮 在毛皮市场上的价格 非常的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 怀比起醉的一个案例了 那猎豹跟气息地的压缩 跟它跟人类之间的冲突 尤其是农民之间的冲突 科学证据已经证实了 绝大多数的续养动物 它所遭受的攻击是来自于 比如说像在非洲的话 是狮子或者是豹 是更重要甚至猎狗 这些动物 但是很容易大家 鸡飞成事了 这种刻板印象就觉得 因为猎豹常常出现在附近 而且因为它很散烈 所以跟它一定有关系 那这种鸡飞 就是说这种刻板印象 似乎很难很难消除 那因此绝大多数当地的农民 对于猎豹是具有戒心的 其实非洲有非常多的国家 它的猎豹数量如果够多的话 他们在国际上是允许农民 去做猎杀的 当猎豹太接近农民的去养场 或者是村子或村落的时候 他们是允许可以去猎杀猎豹的 那这是合法的 那一方面也是保障 这个所谓的人类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 大家对它的刻板印象 有多么的严重 是 不过其实就目前来讲 这个猎豹的数量 其实已经是越来越少了 那而且需要棲地的地方 又非常的大 那所以影片里头有提到说 其实就目前的猎豹 其实可能是从这个一万年前 下来的一小群的 留下来的这些后裔 他们等于是近亲交配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近亲交配 都会让基因弱化的 那就面对猎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这个部分有可能去改善吗 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 那看起来 我们就是说科学证据显示 这个目前所存活的 所有的猎豹之间的亲缘关系 都非常近 那因此才会有 影片里面所提到的 它的曾经经过一个瓶颈期 它的数量曾经少到 只剩下非常少非常少的个体了 然后之后才慢慢再增加的 那是非常有可能 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现在看起来是 大家的亲缘关系 或者是遗传的关系 都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个其实除了弱化之外 有另外一个更危险的事情是 如果有一种疾病 是其中一支无法忍受的 那就表示所有人都不能忍受了 譬如说感冒病毒好了 流感病毒 我们都知道流感病毒的 种类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有一个流感病毒 会造成一支猎豹感冒死亡的话 它其实就表示说 这个病毒可以造成 所有现身猎豹都死亡 所以对于这样子的遗传变异 这么小这么小的物种的保育 其实有非常多的考虑 除了我们前面讲到的 栖息地的问题 跟人的冲突问题之外 因为它的遗传变异性太小了 所以它有非常多其他的 疾病的问题 跟环境适应的问题等等的 它们其实很像 我们台湾的樱花钩纹龟 我们的樱花钩纹龟 也的遗传的变异性 也接近零了 那这个其实我们很难 透过我们人类保育的方法 去提供任何的帮助 你要靠自然界的突变 那人类创造的突变 应该不好 我们常常看到人类创造的 下场都不好 越来越糟糕 可能是一个癌症细胞 或什么的 所以要让大自然去做 那因此怎么样子 让它们降低 降低它们集体灭亡的风险 然后想办法用时间换取空间 是 那其实说到保育这个部分 它的做法其实就有非常多种 那当我们看到它这猎豹的 这个保育的这个家庭 它自己本身的家庭 就有两只猎豹像宠物一样 在它们这个厨房里面走来走去 那对于喜欢动物的人来讲 当然觉得 家里可以养两只猎豹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开心的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猎豹它本来就是属于大自然的生物 当它去跟人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那似乎也是一条不归路吧 对 其实我相信 跟它们一起生活的豹 应该是没有办法 或者是它们已经判断过 它不能回到野外去了 那因此才 与其让它 好像是一个 一个动物 生活在院子里面 还不如让它 变成家庭的一份子 让它有比较丰富的生活 但是这确实 很容易会送出错误的讯息 让很多的人觉得说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养一只 是啊 多漂亮的大猫啊 对 很多很多这一类猫科动物 其实它的市场 除了毛皮市场之外 就是宠物市场 那很多的人都以为 它可以跟它们做好朋友 甚至可以负担得起它们的生活 但是其实 其他我们没办法负担的 我们任何一个台湾人 大概都没办法负担的 因为可能给它这么大的地方 让它去跑 那所以确实 这个影片它应该要 更做一些说明的是 为什么会有它 那我猜它有可能 它没有做 但是它没有去剪接这一段 但是我觉得它们应该要 因为这有可能会 要以正视听 是的 那另外在影片中 提到保育很困难的一个部分 就是要如何去教育非洲的人民 重新去面对其他 面对这个猎豹 应该要用一个 怎么样正确的方式 去跟它相处 那这个部分的挑战是相当大的 那就这个部分 老师您自己的看法呢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因为很多 我们人类所认定的猛兽 在上一个世纪的族群数量 都少到濒临绝种 然后透过很多人的努力 然后看到一些曙光 那确实是有很多的 我们所谓的猛兽 它的族群数量 在局部地区有稳定 甚至微微地回升的现象 包括狮子 包括狼 包括熊 包括豹 这些的 那甚至有些地方的老虎 它也开始有一点点稳定了 那所以当这些 我们传统上都认定为 是猛兽的这种动物 开始数量增加的时候 你会不会怕 其实这是一个 已经是心理学的议题了 就是说自然保育 我们其实也会野生动物保育 我们已经知道 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的课题 也不是生态学的课题了 它需要有政治学跟经济学的课题 跟社会学的课题了 但是现在更进一步 我们需要有心理学的课题了 在欧洲跟在非洲 已经有非常多的地方 开始用心理学的角度去了解 大家对于这些恢复的猛兽 数量开始增加的猛兽的态度了 那并非不能解 也就是说这个恐惧 或者是刻板印象 并非不能够解 那因此大家现在正在尝试 那也有好的案例 在非洲事实上也有 也有很多的非洲的部落 他们对于Chita是非常友善的 甚至对狮子是非常友善的 然后他们利用Chita跟狮子 去创造出一些非消耗性的经济活动 比如说像很有名的生态旅游 在非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外汇的来源 那这些生态旅游 给当地的部落带来非常多的财富 跟其实不能说财富 就是经济条件 那因此这些经济条件的维持 确实能够改变大家 对这些传统的刻板印象是凶猛 或者对我们有害的动物的看法 那当一旦这个看法改变了以后 人跟这些动物 事实上是可以跟一万年前的人 跟这些动物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的确 而且老师您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富裕到一种程度的时候 我们对它的态度 跟以往就会非常的不一样了 尤其如果用一个新的眼光 我们不是去消耗它的话 把它当成是地球的一份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种平等的关系 那如何去建立一种平等互惠的方式 它是一种怎么样新的关系 真的是很值得去讨论 那在影片中他其实就有提到了一个想法 那这个想法其实对于一个我们爱好动物的人 会觉得有点刺眼 他有提到说可能适度的这种娱乐的狩猎 可以提供相当的一些经济注意 可能让其他的保育可以做得更好 那就这个部分想最后想请教一下 老师你自己的看法呢 确实在非洲这些大型的动物 有非常多的人喜欢它们 那也有很多的人喜欢把它们挂在墙上 当作战利品 那因此很多非洲这种野生动物 很丰富的国家 它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外汇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所谓的战利品狩猎 那这个战利品狩猎是被国际所允许的 那因此你可以到当地去付费 但是并不便宜 比如说其他可能要数万美金 那你到了当地 你除了要付费给当地的社区 这个动物的狩猎权之外 你还要聘请当地的祥岛 你还要在当地的消费 通常就是double 所以这些给社区带来非常多的挹注 让社区愿意做更多的环境 跟野生动物的生物多样性的维系 因此战利品狩猎这件事情 一直到目前为止 都为国际社会所接受 因为非洲的非常多的地方 确实它的政府 对于人民的照顾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自然资源 如果能够发挥更多的效益 除了生态旅游之外 还有其他的效益的话 当然大家会 但是它的大前提是永续 它的大前提是在控管的状况之下 然后是在有规则的状况之下去做的 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其实谈到保育真的是一个 很不容易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尤其谈到我们最后的 是不是透过一种娱乐性的狩猎 去筹措保育的基金 看起来似乎就目前来说 是一个必要之二 那希望说我们未来 当我们的这个明智可以越来越进步 我们对于这个动物的一些 生命关怀的一些尊重 到一个水准的时候 这个必要之二是可以慢慢地去消除 毕竟所有的生物在这个地球上 都不应该有另外一个生物 可以去逆杀另外一个生物 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满足 这个都是我们不忍心见到的 那尤其是像其他这么美的这个生物 不过真的很感谢老师 带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思考 让我们去重新去证视 如何去再去做这个 我们跟野生动物之间一个 更平等 更和谐的一个关系的连结 是 感谢老师 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希望下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地球证词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